和乌林肯来威胁中国跟俄罗斯的正常贸易的动作 讲讲中国关系 俄罗斯必败的观点 站不住脚 如果我们不同意 他会把我们踢出Swift系统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书局居民斯马兰 今天我们请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曹和平教授 我想要请教一下关于中国关系问题 大家都知道 美国来了个老太太 耶伦 美国后来了一个脑袋带弯的中年男子 叫布林肯 这两个人到中国来 都是把那些场面上的话说完了以后 就开始 一 你得买我们的国债 二 你跟俄罗斯做正常生意也不行 奶奶娘哪有这种道理 太霸道了 我们跟俄罗斯做正常生意怎么不行 难道我们不是联合国常尔理事国吗 难道不是我们主权独立的国家吗 你美国有什么司格 你一边你求我要中国买你的国 然后你要中国和俄罗斯解除正常的商务往来 没道理啊 哎天下的事怎么就那么巧啊 中国生产的东西恰好俄罗斯都需要 俄罗斯的油啊 气啊 粮食啊 有色金属啊 化肥啊 中国需要 又是两个邻国 又是两个大国相处的典范 所以您说要叫中国 现在就停止对俄罗斯的正常的贸易 我觉得不可能 我看外交部发言人 包括我们王毅外长 国家最高领导的人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回答俄罗斯的态度是很鲜明的 但是中国步伐有人 例如号称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者冯某军 还有呢 俄罗斯的著名的公职叫维纳尔 都是一样的 说中国不行了 军国经济到顶了 俄罗斯不行了 俄罗斯必败了 中俄关系改变了 这种舆论呢 稍稍脑子正常人都不信 但是也有人呢 容易受到影响 所以今天我们想请曹先生关于这个问题 给我们一点分析的意见 咱们先从小的入属 就是这个上海复旦大学这个冯玉军 他说他是俄罗斯一个关联研究院的副院长 我仔细到了复旦大学的网站上去看 他不是 第二个他说他大概在前几年 在复旦大学那个研究院 大概待过一年半 那你可以想象看 如果你在那个俄罗斯研究院 或者是高等研究院待过一年半的话 一般是一个虚体 不在复旦大学那个 有实体有编制的那个体制里面 不瞒观众朋友说 我在复旦大学也待过 我在复旦大学院子里面吃过一个面条 阳春面 然后我就出来了 我可不可以说我是复旦大学的 冯玉军应该挣一下名给复旦大学 他应该不是复旦大学的 因为他特别的语言含混 前两个星期 他不是又以北京大学的证明 在经济学人上发了一篇文章 他说是北京大学俄罗斯中心 还是俄罗斯研究 有这个证明吗 你们北大有这个证明吗 所以我在北大上去看 也是没有 换句话说 他可能比如说给北大 这个俄罗斯中心 一个虚体中心 也不是北大我们所体制内的一个负责人 说这句话 人家可能对他莫铃铃养可 以这个名字去发了 应该说从正式的这个学校的网站上来看 他既不是复旦大学的老师 又不是北大老师 第二个原因 我看了他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是一个字典式的堆积各种各样的论据点 没有论证 对 这不是一个北大教授和复旦大学教授 或者在副院长级别上的人 或者说是一个资深教授身上的人说的话 所以说他出了那么多的事物 他干了什么东西 我相信从他的文字看来 他是一个没有经过严格 学术训练的一个人 但是他说呢 俄罗斯必败 这个观点对吗 我想他是错误的 你看 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东部四个州 他其实已经稳稳地抓住了四个州了 那现在是给了乌克兰是六百五十亿 六百五十亿根据他们经常的这个资金拨付的这个流向 大概我估计有六十五亿最终能到前线上去 你说六十五亿美元 你那一门炮一个坦克动阵路上上千万 现在还没过来 所以我估计说就是拜登通过了这六百五十亿 你真正能扭转战场上的情况吗 我觉得没法去扭转的 所以他那四点说俄罗斯必败的观点 基本上是站不住这个脚的 因为我还是个老兵了 我七六年的兵 一直在部队的这些战略研究方面 科研团队我是参加一些讨论的 有些信息我也知道 我估计他这个说法基本上没有到 扭转不了前线态势 对英国的经济学生怎么加持冯英军 我觉得这个观点可能是弱的 那第二个我们就说这个布林肯 布林肯来到中国之前 英国的金融时报上 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是和华尔街日报和这个纽约时报 齐鸣的一张包子 它是布林肯来了以后 如果我们不同意 跟俄罗斯中断这个正常的贸易的话 他会把我们踢出那个Swift系统 就环球金融电信汇兑系统 那我们想说一下 那这个观点对不对 我们看 他来了以后 布林肯来了以后 见了最后一天 他不是在上海 还在另外一个城市 再到北京来 见了总书记以后 我们新华社发了一个 总书记谈话 和他回馈的内容的五点总结 我看了一下我个人的总结内容是这样 就是布林肯其实跟中国呢 母主义上回话里面达到了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美国人会关注中国的核心利益 就是在南海问题上 中国南海问题应该是包括菲律宾 台海和钓鱼岛 这一篮子 这个问题我们都把它叫大南海问题 应该说他们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熟练 在看了我们国内的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应该尊重美国的美元 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支撑制度 它应该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特别提款权 在货币二级市场和货币一级市场 全球运营的一个体系 具体货币 我们来支持它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你就会发现金融时报那一篇说 美国人来要把我们提出 这个全球资货 既不是美国的观点 也不是中国的观点 谁的观点呢 现在看来 要么是英国人的观点 要么是日本人的观点 因为日本人是金融时报的老板 曹先生说这个我挺惊讶的 英国金融时报的大股东 居然是瓦里瓦拉日本人 英国人在中美关系当中 他既有和美国利益一致的地方 也有呢抛开美国的利益 当然就更不在乎中国的利益 他们极力损害中国的利益 自己从中谋利的一面 那我们就会谢谢你这么说 那我们就会问一句 布林肯来 为什么金融时报要发这篇文章 而且在舆论界掀起了 持续性的不小的一场舆论风波呢 你看 如果中国的底线 美国在我们新华社总结的文字里面 美国有某种意义上的承认 那中国对美国的底线 某种意义上的承认 原来中美要发表这个联合公报的话 伤害最大的 是英镑货币提起 因为他推出了欧元以后 他和他那个16个英联邦 英镑货币提起 是受到伤害的 换句话说这篇文章对英国是有好处的 他在布林肯来之前 如果中国和美国谈崩了 谁得到好处大 是英国 原来这篇文章是一个离岸平衡 这种受益最大的一个文章 所以我现在怀疑 就是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说 布林肯来 要把我们提出金融系统 让我们对美国人的谈判代表生气 然后跟你互相谈崩了 所以是他 离岸平衡是他的老本 老本行 老看家本领 那当然了 英国做离岸平衡 在亚洲的国家里 特别希望做离岸平衡的是谁呢 当然是日本吧 换句话说 这篇文章是英国人主导发起来的编辑团队 还是日本人在决策领域里把它发出来的 我就指他们两个想在离岸平衡里边参与到中美这种关于国际战略机制讨论过程当中 最大化他们这个第三方 如果中美算双边的话 他们第三方利益的 一种什么呢 非善意的 利益诉求 那好了 那这就对我们未来一段看媒体判断信息提供了一个准则 就是当美国和我们中国有某种冲突的时候 你不要始终认为英国和日本就和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 他在这里边如果是采用二鬼偷游的方法 民间那句话 他到了美国呢 说我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到了中国这边呢 他说你看我是为了东亚的利益 这种方法我觉得某种医生要把它区分开 这对我们判断一些重大的互联网上的自媒体信息 有重要的一个自判断机制 我现在发现我们经常是 我们国内的简体中文网上连篇类读的报道 金融时报的文章 其实既不帮美国 中国也不帮美国帮的是谁 日本和英国 看我们被人卖了还数钱的这种 这种行为模型 你以为我们不存在吗 我们还是笨着呢 这就说到这个关于中俄关系的话 涉及到布林肯这次来 那布林肯为什么跟我们做某种意义上的这个中美 两个互相关照你的底线 我们有讨论问题的这个转换的空间 转换的空间在哪呢 中国和美国的谈判代表 我们相信人家一定是不比我们俩笨的 在社会上不比绝大多数笨的那些超级大脑 当然 那你可以想象 在这种安排下 那中国当然要最大化 代表着中国自己 这样一个国际政治格局的一方的最大利益 美国当然要带着它那一方利益的最大化 那你可以想象说 如果俄罗斯和我们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和我们是战略竞争关系 美国和英国和日本是战略伙伴关系 那我们凭什么要鼓动说俄罗斯必败 一有风水草动 就说俄罗斯这儿坏那儿坏 你某种意义上也不是帮助你 这两个国家 我们和它是竞争是revols revols这个英文不是敌人是对手 对手又是在拳击场上以后把你打趴下的 在这个时候的话 你当然要帮我们后边的拉拉队了 我们如果说是俄罗斯和我们这边的拉拉队的话 人家日本和英国现在看来是美国那边拉拉队 你把拉拉队站错了 你就是个猪观众 你不是猪队友 猪观众很多 现在网上有这么一种舆论 怎么说呢 看着俄罗斯当年可是拿了我们江东六十四团 对 他在清朝的时候 跟我们拿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你现在跟他好 他要是俄罗斯赢了 他过来拿你中国不禅食你中国利益 好像挺有道理的 但是你看着 成立新中国的时候 打日本的时候 俄罗斯出兵东北把关东军给打倒 然后一百六十四个支持我们工业建设 人家在现在的时候我们的海军我们的空军很多的这个技术都是俄罗斯帮助我们的 你看着有一次基辛格问杜鲁门一句话 所以日本是我们的敌人啊 他在二次世界大战前 打珍珠港之前 日本就不断的蚕食我们日本美国的利益啊 你看他拿二六十一群岛 那应该不是日本的把他拿下去 看他在南太平洋干了什么事 最后他力量一强 他在珍珠港1941年12月份 把我们海军三分之二干掉了 那这样的国家 你美国人在战户和他做朋友 你应该和中国做朋友 中国和你都是盟军 你为什么不做呢 杜鲁门说了一句话 给基辛格说了一句话 这么说的 他说看着啊年轻人 美国文化的最优良之处是 他不仅能够打败战胜他的敌人 而且在打败战胜他了的时候 和他们还做最真诚的朋友 所以一个成熟的文明 你不能老记着历史上 谁谁谁和你干了一家 你应该怎么样 作为一个成熟文明的时候 你记着他 不利的那一面 你在今天最大化 最良性化 善意化 跟他合作那一面 人类命运共同体 俄罗斯是人类的一部分啊 为什么不是命运共同体呢 重要的是从国家的长远利益 根本利益出发可能问题 对 你看俄罗斯给我们带来的麻烦 主要是清朝的时候 清朝时候的沙俄和清朝时候的那个大清帝国 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今天的俄罗斯联邦 在制度上基本上是分野的 对 所以我在想说 我们有时候在讨论中俄关系的时候 如果不向人家美国学习 看美国和德国做朋友 有时候打多少万人死到哪儿了 美国和日本打的时候 多少万人死到这儿了 人家都能做朋友 为什么我们就仅仅记住这一点呢 我就是 如果不是像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 一说布林克要 要把我们踢出去 我马上就对美国非常生气 你既不是帮中国 也不是帮中美的这种良性方面的互动 你是帮助英国和日本最大化 这两个国家的利益 同时伤害了中美和国际上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这种战略判断上的 这个复杂性的原理 冯玉军 所以我说他既不是复旦大学 又不是北大 就是他没有这种深层分析问题的理论能力 冯玉军的水平有多高呢 大概是一个高中毕业以后 在大学里边没有经过任何 两个三端类以上判断的一个 一个伪学者 听到曹先生的分析啊 我觉得这位冯玉军先生啊 他的水平跟我差不多啊 基本上就是一个自媒体博主当中的水平 比较差的唠唠叨叨的人 但是我跟他有重大不同 重大不同我们站在国家的根本利益 长远利益的角度上看问题 而他呢 不过是在这时候 逢额必反 交了一份政治投名状而已 谢谢曹先生分析 谢谢你 谢谢你